第十场,二班跑千四 去过重发的马有四只,一五,九,十二 二班千四米很多马,状态不差 特出的马是一,七和十三 配备主面包装永胜,初戴眼袖,环形口含铁 至于四澳马的柏林探哥,榜利环形口含铁 开心好玩,重戴榜利,八号马,飞轮闪耀 初戴眼袖,榜利环形口含铁,喜风宝也用环形口含铁 极速王这些都习惯了,看习惯他那些 即是操练,出跳都知道他是喜欢摔下头走 坐手也就着他试,一直都长期见用,这些马没有低落 这些马都很厉害,好了,这只美丽非凡 这只马就不知为何好像跌了架,跑来跑去都是这样 试试转下手,又试音了,看看行不行 对,试音跑,好了,这些是焦点,很多朋友都讨论这些马 包装永胜,外面龙鼓飞扬 落地试了三个大杂,当然这些就像我那样 完全不认识海外的赛绩的人,一看92分一定知道 当然是外地很猛料,来到香港先看看他的月长相 即是大步的马来的,这只包装永胜 但我觉得他加上眼罩拍跳就会好些 有时没有配备,马就不是那么起眼的 而且颜色也有点淡的 再看看这些,去到最后跳的 他在最后单跳跳慢,套了二套 颜色当然可以套得更漂亮 四号马,这一只就是另一只有声美的马 柏林探哥,后面飞轮闪耀 这只柏林探哥是两个大杂的 但他的身形是1021磅 刚才那只包装永胜是1200磅 开外的马 这些集团也是跟刚才说套用那句都适用 飞轮闪耀也是,他们高分的自购马 所以试集就不会太异的 始终有一些PP 但这些马到现在都是的 很多货的 整天都是这样,翻脑舌头 但是如果初出的话,我就博三 都是一个一只都好像很厉害的 昨天早上拍的很开心好玩 那只拍一拍那只都白到反光了 那只盛世 年纪开始大 但也挺聪明的 他跳得比里面那只 里面那只比比比普通更好 里面那只就会跑得更加 马到立刻都迫回来跳 好,這隻就健康愉快 有誰說不厲害,插班積出 可以三班133磅贏 但又是贏1200 上次這隻馬根本是很急的 不過你說全貼難,跑得適合 這些都是好馬,但到時要合理 這隻上次也是一出即勝 這隻美麗滿分的 他上次也是報那些三班特分賽贏的 但這次也不同了 拌了這麼多強勁的對手 應該都惡不出樣子 拌了這麼多什麼聲音 這麼強勁的對手,你不要嚇到我 我現在拌了很多 好了,這隻飛輪閃耀 又是要收一些新的 原來是1227磅 不過只有兩個閘 喜豐寶,又是另一隻85分的方家柏 這些幾隻都是四歲系列 看著大賽的 總共落地試了兩個大閘 他試閘的表現都不錯 前面的大方是寧光八號走掉了 幾隻都是低班馬來的 後面應有好友 金剛石,都是一些不太特別的馬 所以顯得這隻喜豐寶 追得較多的 我第一個錯覺 以為是蔡若寶 不是,是方家柏 其實這件衣服 以前也有方家柏很多 不過我記錄了兩個大閘 一個大閘在重發 一個大閘在香港 其實兩個大閘都試得不錯 這些都似乎 肯定是不差的了 這些馬刀 你說是不是這麼短 這些路程 其實他們那些初出 也是短 天作之俠走入面 即是頭額得比較高些 這些馬真的會難騎 帶了一個交叉鼻鼓 特別你去到最後鬥下去 還是要點功夫的 這次換了見習生 潘頓跑也可以的 那個榜 聰明導彈 頭斷折得起 可以跟得到就可以了 其實這馬已經不太適合 就算他上次上名也是這樣說 不過這個檔 這次都會更加難跑 百姓龍也翻了重發一輪 之前也翻過的 對他的變化感覺 就不是太多 始終可能年紀比較大一點 你說年輕的馬 可能翻過重發回來 變化就會明顯一點 超新星 其實這些馬都在十一月 十四號那天都跑過很多馬 有些是對女過 有些是追一下 但又是這些分 不是說馬不好 但是你的分數差不多了 摸頂了 對,這些元朗之聲也是 狀態都可以 即快跳、拍跳都做足 但你三班搏來搏去都贏不了 上來二班 照計難度都相當高 好,再看看 這隻真的厲害 電腦三五 後備一 所以這些馬力 被他養幾十磅回來 一開始國安又退了 爆得多厲害 這三班當然有得贏 這些上來二班都不怕你 這些上次撻了大熱門 一落去莫來拉手 結果不行 行圈還不行 這隻聲韻南 最有這麼吵 回到第十場 二班千四米 九十五分上限 都比較少有這個分區 下限七十五分 其實幾隻的側身馬 我覺得 先不要看他們外地的 財職 就是我自己 來到香港的樣子 出跳那些 我覺得八號馬飛輪閃耀 最吸引到我 就是這個形態 試襲或者單跳 它有一些很漂亮的馬 但是很自由的 你不會覺得它很重 但這隻馬其實不夠 就是下腳的力度 收身 完全都未足 我是喜歡它的樣子 另外就是喜豐寶 都可以 因為它比那隻 特心星 那一顆追 都走得不錯 所以我覺得這兩隻側身馬 就合自己的心水多些 舊馬那一堆就一 極速王這些 又有些賠率 長長都跟你肯練 跟你砌到盡 所以這些馬是值得拖的 那你可以 參與之前 你要想一想 就是這場馬 九十五至七十五分上限 有賽事 那你看一班那場 騎士杯那些 那有些什麼分區的馬 可以其實跑到這場馬 但它寧願跑那一場 那大家是不是遷就下 哪一隻報名 還是可以 因應這樣 所以兩隻都可以一起 去報名跑 我覺得這個要想 一號馬九十三分 這場馬九十五分 掛頭牌 它之前都是輸給一些 九十四、九十五分 那類型的馬 那所以其實它這裡 已經做一號馬 極速王其實是很兇的 我記得它季初那些 操練都不是這麼完整 但是這些馬 這麼好表現 另外七號馬 美麗滿分 一出這麼快的時間 這樣放頭贏都厲害 另一隻就是三號包裝 永勝 又沒有配備 套耳套 跟著再戴眼罩 只是給你看了一課拍跳 這隻馬 戴眼罩可能真的 相當相當厲害 如果你搏 Win 到時合理的賠率 我覺得你搏閒頭 這隻 到時再看 看一隻馬 急不急先 這次賽事也有初出馬 看看血統底細 包裝永勝的 比亞路 這隻馬 近年都越來越跑越好 上季贏過馬的馬 都很多 熱血鬥士 精簡最好 甲丸 健康在望等等 這隻馬來到香港 其實看回 是初期第一兩場 跑得 就要些時間 撻一撻 但一撻著 連珠爆發 好像熱血鬥士 一路贏上高班 而今季來講 添滿意 已經重新恢復作戰能力 最近跑得非常好 也將會代表 在香港參加香港杯 至於包裝永勝的母系 Casino Printer 賭場王子的女兒 曾經澳洲贏過四場賽事 由11米到13米 無線家族的其他成員 很多都是跑短途開始 個別有些跑跑下 贏到一里 或者長一點的路程 都搞得好 所以看了父母兩線 包裝永勝 看來也是 初期跑短途開始的馬 但跑下去 轉去跑中距離賽 或者手長路程的賽事 都會應付得到 包裝永勝來香港之前 在澳洲上過11次 贏了四場頭馬 四次贏馬的途程 都蠻廣泛 由16米到2000米 也參加過 色尼打比大賽 跑第四名 希斯馬房 今季重新來到香港開倉 今季跑到現在為止 剛剛有一匹賽出即勝馬 那匹就是人和嘉興 包裝永勝 今年3月7日 在澳洲色尼的蘭域馬場 贏了一項16米的一級賽 蘭域堅尼大賽 這場賽事已經是第九次上陣 第四次贏馬 鏡頭看見馬群中間 上來藍衣黑帽 那匹包裝永勝 當時騎士是柏爾 後勁很強 在這裏就爆過了 第三名的馬 留意第三名那匹 叫布蘭登堡 之後是色尼唐加 事打一里賽的貴軍 柏林探哥的肺 迪士尼 這系馬在香港向來都不多 但在歐洲那邊比較多 但不是沒有成績 過往來到香港的紫字 英明神區 經常都爆冷贏馬 另外冠軍狼高班也跑得不錯 迪士尼自己是單山的兒子 服役時是中距離王 集中贏中距離賽 贏過五場頭馬都是1600米 最高競賽成就贏過二級賽 在法國贏 至於柏林探哥的武系 曾經贏過六場賽事 她是Stadler Swells的女兒 贏馬途程由1000米贏到1900米 武線家族的其他成員 很多都要跑長一點的路程 一里或以上 個別有些是交沙地賽好手 所以先看負貨量線 柏林探哥看來像中場途馬 初期跑都要1600米 跑下去要2000米 甚至更長路程的賽事才對她跑 來地賽她有很大機會會跑 柏林探哥來香港以前 在英國上陣七次贏過兩場頭馬 兩次贏馬 一次是1473米 另一次是陶程接近2000米的賽事 草地賽 膠沙地賽她也贏過 左右轉賽道的賽事也贏過 直路賽她也跑過 高東尼馬房的初出馬 上季初出即勝馬有4匹 全部都是在海外上陣的自購馬 他們分別是 馬寶兄弟 加州得信 長長精彩和幸福老窩 今季跑到現在為止 初出上島名的馬有1匹 那匹就是橡核 菲倫閃耀的奧林匹 奧運光輝 暫時比較新 未有甚麼成績交出 綠豆怪傑 開心歡呼 奧運光輝是選擇的兒子 但跑落中距離賽 或者長短路程的賽事 很多都會贏馬 所以看完符布兩線 菲倫閃耀看起來不像短途馬 跑落中距離就起馬 看看會否搬到18米、2000米 甚至更長路程 菲倫閃耀來香港之前 曾經在澳洲上陣 14次贏過4場頭馬 4次贏馬的途程很廣泛 由13米贏到2200米 贏馬全部都是右轉賽道的賽事 直路賽他沒有跑過 沈習城馬王的初出馬 上季一出即乘馬有兩匹 他們就是追風絕影和行星夢 今季跑到現在為止 初出上到名的馬有1匹 那匹就是順勢贏 菲倫閃耀今年3月28日的時候 在澳洲布里斯本的東奔馬場 贏過一場2200米的賽事 這場賽經常當地第13次上陣 第4次贏馬 鏡頭看見我當上來紫衫白咒 紫帽那匹菲倫閃耀 跑長途沖程很長很後勁的馬 這場賽事也算輕鬆 第2第3名的馬 第3名那匹之後 在當地贏到馬 喜豐寶的費 麥迪尼亞迪奧羅金獎章 這些馬現在都準馬王的奪統 因為金槍60就是金獎章的指字 這些馬上季成績很好 除了金槍60之外 大師級也贏過馬 今季跑到現在為止 戰鬥英雄、晉神 包括金槍60自己 全部都贏到馬 這馬看來都頗適合香港 適應得快之餘 短途有速度 個別有些跑泥地人很厲害 至於喜豐寶的武器 沙標 石標的女兒 曾經在澳洲贏過兩場賽事 贏過1600米和2000米 贏過分級賽也贏過 二級賽威風錦標也贏過 另外曾經在維省橡樹賽跑過第二名 無線家族其他成員都很厲害 很多的聰明馬 包括一群90年代 由活候夫人訓練的名區群眾 All Out Mob 亦都是這個武器家族的馬 群眾當年很厲害 贏過13場頭馬 由1100米贏到2000米 而其他成員 很多都是中短途馬開始 但跑到一里很多都可以 所以先看父母兩線 一群喜豐寶看來是挺存在的馬 初期跑短途開始 但跑到中距離賽 或者長些路程的賽事 有可能更適合他跑 喜豐寶來香港之前 在澳洲的維省和新南威斯省 即是麥爾本和瑟尼 合共上鎮五次 就贏過一場頭馬 贏馬那場是1300米 左轉賽道的賽事 在31圓馬場贏 但右轉賽道的賽事 跑過就不上名 直路賽他就未跑過 方家拍馬房的初出馬 近季表現相當不錯 上季初出上名的馬有四匹 他們是星雲名雀、星雲子雀 達心星和戰鬥英雄 今季跑到現在為止 有一匹初出即勝馬 那匹就是風流人物 喜豐寶去年3月20日 在澳洲麥爾本的沙丘圓馬場 贏過一場1300米賽事 這場賽事當地首次上陣 跑一場兩歲的處女馬賽 大勝而回 沒錯 他是高多芬塞爾那匹馬 就是他 後勁很厲害 這場賽事第二名的馬 之後在當地贏到馬 而喜豐寶自己 去到三歲的時候 跑這個澳洲堅尼大賽 都跑得不錯 跑第四名 選了馬第五場 就是保羅盛泉 另外就是第七場 這隻二郎 10場賽事又跟大家看過了 提多一次 今次的開跑時間 亦會跑早些 12.9 因為10加1 有這個轉播賽 星期日的節目 再跟大家研究過了 拜拜